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原住民有14組 然後如果再加上平埔組的話 大概有20多組 最近這幾年因為博物館的觀念也在改變 博物館裡面也會把活的原住民帶進去 唱歌或者是跳舞 在博物館裡面跟傳統做這個對話 那個也變成是很多的漢人朋友 跟原住民接觸的平台 所以我至少看這十幾年來 台灣的博物館在這一個部分有蠻大的改變 所以博物館在整個原住民社會裡面 它等於是一個窗口 而這個窗口現在因為跟活的人在一起 所以更豐富 然後更活潑 在現在台灣那種生態 在遭受到看得出來全球性的這些生態的危機的情況底下 而原住民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跟觀念 也可以帶給我們跟生態之間的和諧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人群 而且我們跟台灣這個土地 跟這裡的山川之間的和諧關係 我覺得原住民可以給我們一些想像力 也可以給我們一些見證 可以找到一個可能更適合現在生態環境 跟台灣越來越需要和諧的族群關係的一個典範 和諧許人的討論 和諧會議